第180集 四驱一年一度的会面 都会有几驱有摩擦的势力范围 重新进行界定分割 反正就是你抢我争的事情 以往 北驱都是被人争相割肉的对象 反正现在的会面对北驱很不友好就是了 往常一到这个时候 黄爷就要病上几天 直接由胡四代表齐去聊聊事 而这次嘛 苏黎将亲自前往 怎么说都是他当上大佬 第一次与其他大佬正式会面的机会 他怎么都不会放弃的 最重要的是 他倒是想看看重明 要是见到昔日那位被他交藏的金丝雀 成了与他同等身份的人 该是怎样一副精彩的模样呢 但是想想 苏黎就觉得很是期待 在苏黎还没到之际 因为最近一系列动作 犯了众怒的黑玫瑰 早已经在西区跟南区两老大的口中 转了好一遍 他们已经老早就围在一起 商量好一会儿 重明也就比西区南区的慢到一会儿 他的到来 让众人对他现在深陷爱谈 有个更为直观的看法 道上还有人开了一举赌盘 赌龙虎帮老大的这位新宠 能勾得冷酷无情的重明 为他破多少次力呢 这次四区大佬会面 他不光自己来了 还带上了他那位娇娇儿 西区老大 一个八尺高的大汉 甩着他长长的脏便 摇头晃脑 粗声粗气的 对重明率先提出了不赞同的意见 欧格说话间 嗡嗡的声音 震得桌面的水纹都有些震荡 更别说 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的送欲了 直接躲在重明怀里 跟红着眼睛的小白兔一般 可怜又可爱 当然 觉得他可爱的只有重明一个人 欧格则是瞪大了 他同龄一般大的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重明 如同在看一个智障 他就为了这么个玩意儿 连帮派里的事物都不怎么放心上了 能走到他们现在这一步 不说自己躺过多少刀伤火海才得来 就说现在老大的地位 总被一杆油野心的人死盯着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重明这是把自己完全置在火架上口啊 简直称得上是用生命来恋爱 这种女人也不稀罕嘛 起码比不上之前一直跟在他身边的那几位 那几个看起来还赏心悦目一点 还是对方有他们不知道的能力 或许是在床上伺候的比较得劲 欧阁黑黑黑地猥琐笑了起来 脑袋后的脏便甩动得更加得劲了 嘿嘿嘿 重老大喜欢这种类型的呀 也没啥稀罕的嘛 我那里还有几个新鲜没动过的 要不要我送给你啊 保证绝对比你现在怀里的这个够劲 欧阁看货物一样直白的眼神 让宋玉色缩的同时也格外愤恨不平 但小动物敏锐的求生直觉 让他只能抬起楚楚动人的可怜模样 求得崇明的怜惜 其他的对欧阁连个不满的眼神都不敢露出 说他简单 其实宋玉也还是有自己一套规避风险的做人准则 起码有些人能惹 有些人惹不得 他心里还是蛮轻的 宋玉委屈巴巴的模样 惹得崇明的心顿时软成了一片 相对而言 言语上则变得冷硬漠然 还带上一丝想而易见的怒气 哼 就不用欧老大操心了 欧阁耸耸耸肩 并不在意 他还巴不得崇明更加昏庸一点呢 就是 欧阁你瞎操什么心 让我看 就觉得宋小姐与崇老大不是一般的般配 尽管南区老大为自己说话 宋玉也只是勉强地笑了笑 就把脸继续埋在崇明的胸膛里 对于那一个总拿一双藏在阴影里的阴质眼睛 往自己身上扫的瘦小中年男人 宋玉同样不喜 想到被崇明强迫的 如同一个连体鹰一样带在身边 宋玉心里的委屈又加重了几分 不由地就举起一双没劲的小粉拳 往崇明胸膛上使劲垂了几下 以示自己的不满 然而这一动作 只引得头顶上的人胸腔一阵颤动 心情极为愉悦 暧昧地俯在宋玉敏感的耳垂旁 若有若无地触碰到 我是不会放你回学校的 难道给别的男人接触你的机会 那我会发疯的 你要是再学不拐 晚上看我这么收拾你 崇明口里的收拾 让宋玉整个人颤抖不已 脸颊上升腾起两朵红霞 羞得不行 当着众人的面一点没遮掩地调情 其他人有趣地嘖嘖几声 谁也没当回事 姗姗来迟的苏黎是最后一个出现的 她总认为主角都应该最后出场 带着一群身穿笔挺西装 长相俊秀的男人 苏黎气场二米八 重心拱月般地出现在门外 她一双高跟鞋康腔有力 似乎把简单的场所 变成了她的个人秀场 简直出场的人中 除了她本人相貌出众外 带来的人全没一个难看 一个个身材长相 都能与欧美时装秀里的 顶级男模相提并论 声声让人有一种 他们身处时尚圈的高大上的感觉 欧格震惊怪异的目光 不断地在苏黎跟崇鸣身上转换 东区的一系列大动作 都是苏黎远程遥控 道上还真没有多少她的影像资料 也致使欧格跟毒蛇 直到今日才看到东区大佬的真实面貌 他们不是为她出色的美貌所震惊 而是 这人他们以前见过呀 甚至欧格还曾出演调戏过 现在她都还能回想起 当初摸到小手润滑的触感 苏黎笑盈盈的 怎么 是我来太晚了吗 有些熟悉的声音 使得一脸娇羞的宋玉 从崇鸣的怀里抬起了小脑袋 只是这一看 她的脸色变得惨白一片 当即一双小手 就不客气地指指向苏黎 大声道 你怎么在这里 便说着 眼睛不断地在欧格跟毒蛇 甚至在场的其他男人身上扫 明晃晃地带着厌恶的语气 你好歹也是跟过崇明的 怎么就这么自甘堕落 这里的男人都不是好相遇的 别为了报复人就作践自己 宋玉自以为苏黎是与她的情况相似 跟着在场的某一个男人过来的 当然自己的情况与对方的又不相同 她是自己男朋友强迫要求她过来的 苏黎嘛 估计是出卖了她的色相吧 就算宋玉讨厌这个女人 也不得不承认 苏黎真的有一副 惑人的好相貌 第181集 苏黎在宋玉开口之后 更是用一副看蠢货的眼神 扫了对方一眼 不愧是小白花 还真是白到可以 苏黎没开口 她身边跟着的脑残粉 可不会就这样 让自己老大被欺辱 喂 这位小姐 你是以色试人的身份 就别想着是个女人 都跟你一样好吗 嗯 左边这个对完宋玉 右边那个 又把炮火直指宋玉身后那个 崇老大 想要风花雪月 关起门来在家里不好吗 你怎么会把这种没带脑子的带出门的 我们老大也是这种女人能够折辱的 还是说 你们东去 龙虎派瞧不上我们北去啊 第二个开口的 直接将矛盾升级成了两区之间 言语中句句透着不怀好意 看着自己的小可爱受了委屈 崇明都来不及抬头 口里带着力气的话脱口而出 你们是个什么东西 敢这样对我的女人说话 等一下你们是想跪下认错 还是砍掉一根手指 这样不好吧 我们北去的人 还轮不到崇老大你来教训吧 况且 你怀里的女人 还确实是个没规矩的 这里有她说话的份吗 直到现在 崇明才正眼看向 惹得她的小可爱出现情绪动荡的人 粗粗第一眼 崇明还没有将苏黎跟曾经 跟在自己身边的女人联系到一起 实在是两人身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一个是肆意严厉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强大气场 一个是小心谨慎 柔顺胆小 除了两人有一张格外相似的面旁外 反倒是使对苏黎的脸印象深刻的 欧阁跟毒蛇 比崇明更快地认出苏黎来 欧阁愣了一下 抱着崇明哈哈大笑起来 周老大 你这样可不厚道啊 一夜夫妻百日恩 你连跟自己好过的女人都认不出来了 未免太过于绝情了吧 宋玉也同样怀着复杂的心情 扯了扯崇明的衣袖 小声说道 她是苏黎 倒不是崇明完全将苏黎忘记了 因为惯性思维 她明知道苏黎当初受的伤有多大 一个弱女子运气好些 也不至于失去生命 但达到现在的高度 想想都有些不可思议吧 可现实就是如此 瞧瞧苏黎身边跟着的人 其他人不认识 但有一人 在场所有人估计都认识 那就是让人胆战的小年轻月城 此刻正笑嘻嘻地看向他们呢 只是她戏谑的眼神里 怎么看都像是不怀好意 她正是北区向外扩张的先驱人物 在场所有人 多多少少都吃过她不少暗亏 别看她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 但劈开来看 骨子里绝对是黑漆漆的 折辱人的手段让人不寒而立 而此刻 却一脸乖顺地站在苏黎的右后方 你过来 给阿狱道歉 崇明正愣过后 就是一股子火大 以前折服在自己身下的玩意儿 谁给了她这么大胆子 敢跟她呛声了 崇明这一生 不光是苏黎想不到 欧阁跟毒蛇也是第一次得用全新的眼光去评估这位老大了 用看傻子的眼光 欧阁惊呼一声 崇明啊 你没毛病吧 不管他们之前是个什么光景 道上的规矩 强者为尊 既然对方能凭本事跟他们平起 就说明了他的能力 崇明还一副高高在上 命令施舍的模样 该不会是傻的吧 私底下怎么斗 怎么抢 大家各凭本事 但表面上 他们当老大的一副虚伪的皮子 该扯起 还是得扯起的 只有崇明这人 这么轻心不躁作呀 毒蛇跟欧阁对视一眼 顿时一颗心落到了肚子里 他们之前还在担心呢 崇明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莫不是早就知晓北去老大的身份了 两者早就暗中勾结在一起了 但看到现在的模样 又立马放下了心 苏黎还是没作声了 月城便忍不住 带着少年特有的清脆声音 愤怒地说道 让我们老大给你女人道歉 哼 那就先问过我手里的刀吧 说着 也不知道他从身上什么地方 给摸出了一把小刀 对准宋玉的眼睛 就跃跃欲试 宋玉挡寒得立马捂上自己双眼 再次缩到崇明怀里 他觉得可能下一秒 对方手里的刀就会脱手而出 朝自己射过来了 崇明还没从以前的苏黎 跟现在东区老大的两者之间的身份中 转换过思维来 他看向苏黎逐渐冷烈的目光 直差没把人给冻成了冰雕 好 好 真是吼得很 跟着站在他身后的天宝跟义安 一副惊疑模样 早在最初变色后 快速地被他们掩藏在了心里 但心里不断沉落惊惧的情绪 也就只有他们自己知晓了 特别是 苏黎还着重盯着他们 意味深长地瞧了好几眼 但这种时刻 真不宜与他们发生冲突 天宝可是眼尖地瞧见了 对面东区的人 时不时磨搓着腰间 放着武器的部位 大哥 天宝轻心地与崇明耳语了几句 总算将对方稍稍暴怒的情绪 安抚了几分 既然冷静下来了 那会议就开始吧 天宝好不容易才止住 自己老大的暴虐 没想到苏黎却压根不在意 甚至他还有意无意地撩拨了一番 只见他红唇轻起 再次开口道 像我这种高素质的大佬 毕竟还是少数 有些人呢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才让他捡着个老大当的 要是来我们北区 只怕连帮派最低的门槛都过不去呢 一直都静默无声 跟在苏黎身后 当了一株安静的长青树的唐刀 这次终于让他逮着说话机会了 日常吹嘘又可以开始一波了 狗腿子唐刀说道 那是那是 老大你是什么人物啊 不是什么人都比得上你的 就是 果然 你们都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了吧 欧阁和毒蛇无语 原来 近击的东区 作风这么奇葩 是因为有利可寻的呀 总算找到源头了 第182集 总算 聪明脑子还没有彻底废掉 当了老大所崛起的隐忍 总算上线了几分 知识还不够多 他对北区的印象 还停留在皇爷在位的时候 是他们几个势力中垫底的 现在换了个女人来做 聪明冷笑脸脸 这样的玩意儿 北区也真是没人了吧 让个女人踩在头上 苏黎都不用猜 单看表情 就知道对面那货在想什么 他一点掩饰的想法都没有 或者说 他就是故意表现在脸上的 看到欧阁跟毒蛇 一脸操蛋的模样 难道他们获得的情报消息 是假的不成 欧阁的小辫子 甩得越来越快了 证明他目前思绪的活跃 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正事 还是要进展下去 他最先开口 最近黑玫瑰的称号 有名气得很呢 毒蛇说 北区的大动作接连不断 苏老大还跟条子连上了关系 我想苏老大 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吧 西区跟南区两位 猛地向苏黎发起了难 随着他们说话的声音 场间的气氛 越来越紧张凝固 可苏黎仍旧是 刚开始的那副懒散模样 就是身子跟没骨头一样 摊在椅子上 也美得格外的惊心动魄 这次 他倒是没让手底下的狗腿子 代劳自己说话 苏黎踢了踢脚边的桌子脚 笑道 哼 我干嘛要给你们一个交代啊 不服 那就来做过一场好了 嚣张 太嚣张了 欧阁跟毒蛇气得整个人都发抖 毒蛇阴侧侧的语气跟着响起 苏老大 你问过你们底下的兄弟了吗 你这样的态度 我们还怎么好好谈 崇明冷静地跟着 对苏黎命令道 最近东南亚过来的那批生意 北区不要插手 可以的 欧阁跟毒蛇又是一脸狐疑 目光在崇明跟苏黎身上转来转去 不过倒没说什么 管他们俩之间有什么龌龊呢 东南亚那边的生意 少了北区的参与 他们倒是能多分一杯羹 宋玉见此 心里酸涩难当 当即 鼻尖眼眶就逐渐红了起来 在崇明身上别扭地开始扭来扭去 崇明心疼得不已 只差没止天发誓 表明自己的真心了 宋玉闹腾的动作稍微小了点 朝苏黎投过来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丝得意与鄙夷 瞧 这个男人就是爱我爱得如此深沉 这些都是苏黎根据对方脸上的表情解读的 对此 他连笑容都没有减少半分 甚至还有加大的趋势 嘴唇无声地动了动 蠢货 确保自己的意思能准确传达到宋玉的眼里 苏黎还特意将自己的动作放得慢慢的 以便于他能清晰地捕捉到 崇明也挺得意的 看着苏黎的妥协 也认定了对方对他旧情难忘 男性的虚荣心空前暴涨 要是以前苏黎那种身份 崇明压根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 但现在对面坐着的是义区老大爷 连带着天宝跟义安都在思考 等会儿能根据这一情况 从北区身上多撕几块肉下来的可行性 崇明说 现在你先向阿宇道歉 不然咱们就不用谈了 你们北区总抵挡不住我们几个的合力一击吧 道歉的话又被提起来 欧阁跟毒蛇也是乐见其成 对于之前崇明拒绝联手的间隙 也去了几分 苏黎说 是什么给了你错觉 让你觉得可以命令我 谈 可是我并没有准备跟你们好好谈 一直都是你们在自说自话好不好 苏黎摊了摊手 对崇明口里的威胁一点不介意 不担心 连带他身边带过来的人脸上 也是跟他如出一辙的表情 突然 苏黎的眼神变得格外明亮闪耀 我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打击违法犯罪 也是我身为公民的责任 像现在这种非法集会 最是要不得的 我们要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 你们现在的行为很危险呀 什么鬼 在场的人中除了苏黎还有他的一众狗腿子 其他人头顶上均是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没等其他人询问 碰碰碰 外面响起了剧烈的声音 他们锁在房间大门 被人用暴力手段从外面攻击开 警察 里面的人全部抱头蹲下 不要反抗 不然一律击毙 欧阁崇明等人 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抱头蹲下 脑子转得飞快 还没等他们想点什么 锁定在他们头顶上的红点 也跟催命符一样 迫使他们按照对方的意愿行事 而相较其他人的慌乱惊喜 在其中四平八稳 连头发丝都没晃动一下的苏黎 就格外显眼 欧阁目姿欲裂 眼睛爆起 是你 是你对不对 你这是在玩火知不知道 与整个道上作对 你以为能有什么好结果 他就说 每年选择的集会地 极为隐秘 条子们不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 快速到他们具体的事 都还没开始 就被人突袭到家门口了 刚才你们所有说的话 我都有录音 包括你刚才的 我想我能理解为 刚才你是在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吗 苏黎笑嘻嘻的模样 看在有些人眼里 那是让人恨到了极致 怀里还抱着一个 被这场变故惊得尖叫连连的女人的崇明 比其他人又狼狈了几分 看向苏黎 恨不得生吃了她 果然 当初我不应该心软的 直接处理掉 也省了现在这一摊的麻烦事 是不是你对心软这个词有所误解啊 你曾经有对我心软过吗 转头 苏黎又朝他左手边的金不幻问道 如果我要是起诉对方对我的人身伤害 胁迫我的自由 这法院会怎么拍啊 回过神来的宋玉 好不容易止住了自己的声音 又听到苏黎的话 立刻不满地大声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难怪崇明当初不喜欢你 像你这样冷血虚伪虚荣的女人 一定找不到真心对待你的人 苏黎笑得更加温柔了 温柔到 她身边的人不约而同地 悄悄远离了她几步 第183集 这位宋小姐 是什么促使你端着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我 是羡慕吗 是嫉妒吗 是恨吗 还一口气用了这么多词汇 果然是对我爱得深沉的 我 我不是 我没有 别胡说 她怎么能说得这么不堪呢 明明她喜欢 喜欢的是男性啊 苏黎也不知道 宋玉这人的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长的 面对自己 为什么她总会觉得 她高人一等呢 甚至带着一股子 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瞧她 对在场所有人都怂到不行 唯独一个 似乎就是对自己没有畏惧感 真是奇怪的现象 不管在场的其他人怎么想 局势都往不可挽回之处狂奔 非法集会 远不带回去 领头人走上前 对苏黎微微汗手 这次要谢谢苏小姐的配合了 客气了 锦明合作嘛 应该的 去他应该的 崇明等人一口血 差点要吐出来 又见苏黎贼兮兮的 往领头那处凑了几分 或还有其他重大情报 要检举揭发 在苏黎开口之际 有着不好预感的众人 听完苏黎所说 心里只有骂娘的声音了 这贱人 直到现在这一刻 崇明等人才真正看明白 这贱人是要一网打尽呢 瞧他跟来人说着 不算暗语的默契 两人心里神会的笑容 简直是让他们想要杀人 这几篇现在真是太混乱了 以后就多麻烦苏小姐了 客气客气 有能力者多劳嘛 回去替我多谢局长了 到时候上法院 还要多麻烦他才是呢 一定的 咱们一定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伤害 一个好公民的恶棍的 月城 不坏 唐刀 你们准备一下 咱们将这片清理一下 求求你做个人好吗 我们还没走呢 听得见 不同于对待苏黎的 轻风细雨 领头人转脸 对着这些不法分子 就成了冷脸烟螺 一脚踢在离他最近的 小混混身上 全部带走 一直哭哭啼啼的宋玉 倒是逃过一劫 早在来之前 他们就调查清楚了 这位跟东区老大 纠纠缠缠的女大学生 还真是清白的 那就不要浪费紧力了 看她这个模样 就知道是个令人头疼的 眼睁睁看着自己男友 被人蒙头带走 宋玉那颗玻璃心 可接受不了 直接瘫倒在地上 好一会儿才想起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他用控诉的眼神 不断地向苏黎投射 受不了他黏乎乎的眼神 苏黎忍不住 用超胸的语气道 再这样看我 我就把你这双眼睛挖掉 被吓得缩了缩脖子的宋玉 只不过好了一小会儿 又戚戚爱爱地 朝苏黎凑过来 要不是苏黎躲得快 他只怕连大腿都抱上了 以前没看出来 这女人有这么不讲究啊 怎么说 虫鸣也跟你有过一段 你真就这么忍心吗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怎么知道我不忍心的 你真的对虫鸣了解吗 知道他平日里都做了些什么吗 而且你不总觉得他是一个黑道分子 如果不是他强迫你 你总想着离开他嘛 现在我给你创造了这么个机会 不用谢了 苏黎的话呕得他不行 原本还想说些什么 一时半会儿 全部被堵在了嗓子口 苏黎嘖嘖称奇 有一件事我总不明白 你能给我解惑吗 宋玉被苏黎的动作牵着 不由自主地就跟着点了点头 以我当初净狂都差不多 是什么让你感觉比我高贵一些呢 宋玉回想着当初 他想说自己自强不息 不为生活所迫 做出出卖自己的事情 哦 不过 你不是同样出卖了自己 获得崇明物质上的支持 还是说 你没接受崇明的赠予 或者说 你只是在跟崇明谈 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 没有失声给他 苏黎又指着 宋玉今天身上穿的一件连衣裙 你这件裙子 价值不菲吧 靠你兼职 得赚多久 才能赚到这件裙子的一块布料啊 宋玉想要反驳 他想说不是的 苏黎说 行吧 你自个儿高兴就好 崇明被抓走了 宋玉再也没有人强迫他 他现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最后 宋玉只能失魂落魄地 回到大学寝室 因为他久未回来 属于他的床铺上 被室友兑满了杂物 哟 这不是我们清高的宋美人吗 怎么着 金碧灰房的房子住久了 就心喊起我们这个破烂小宿舍了 结榜归来的三位室友 见到站在寝室中间垂泪的宋玉 不仅没好脸色 反而就是一句句发难 从今大学时候开始 他们几人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好 之前因为一件小事 惹得宋玉掉眼泪 当天夜里 晚归的几人 就被人套了麻袋打了一顿 要不是正巧碰到好心人出现 说不定 现在他们几人出现的地方 便是东南亚的某个窑子里了 深藏公与名的苏黎 不用感谢 请叫我雷锋 其中一个本地的姑娘家 家里有几分事例 也查到些眉目 原来是与宋玉有关的 他们真是呕血而泣了 不过是小女生之间的伴嘴 竟然歹毒到如此地步 她是魔鬼吗 三个姑娘凑到一起嘀咕了一会儿 又拿上东西 像是躲避瘟疫一般 飞快地出了门 还是快点走吧 看见宋玉的眼泪 就较然害怕 宋玉又是委屈 又是难过 抹着眼泪就往外冲 只是一出了女生宿舍大门 她又不知该往何处去了 突然一道熟悉的身影 在她面前走过 定睛一看 是凌月学长 宋玉想也没想就冲了过去 一见着人就委屈巴巴地 眼泪水直掉 学长 声音那叫个缠绵翡测 周围经过的人 兴奋地掏出手机 哎呀 好大一处纠结的三角链呢 凌月 你给我好好解释 她是谁 一道尖锐的女生在旁边响起 宋玉这才注意到 她的学长身边 还有一位长相艳丽的女子 看对方的长相 宋玉不由就想到苏黎 同样是这样娇艳的美貌 这些女人 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呢 如意 不 不是 我跟她没关系的呀 都不怎么说 也就说过几句话 说过几句话 人家就这样 尹巴巴地扒上来了 你骗鬼呢 第184集 宋玉眼睛都快黏到 凌月身上了 委屈巴巴地插了进来 学长 我们不单是 只见过几次而已 还有社团活动的时候 一起吃过一次饭呢 虽然是几十号人一起 如意更加气恼了 直接将自己男友的手给甩开 红着眼睛 小姐妹 人家说你们不止是见过几次呢 说完 一抹眼泪就跑了 凌月想去追 却被一只小手给拉扯住衣角 再返回头一看 这莫名其妙的女人 要是她的记忆没问题的话 她真心跟她不熟悉呀 宋玉也红着眼睛 拉着对方衣角的手却紧了紧 拖长着声音叫了声 学长 可不是觉得委屈吗 宋玉一想到自己曾经为了不让重鸣 伤害到凌月 而做过的妥协 就一阵阵难受 她都不知道自己为她做过什么 凌月见自己怎么都挣脱不开 又着急去追自己女友 再不耐烦了 直接打破了不跟女生动手的原则 将宋玉一把给甩开了去 疯女人你谁呀 赶紧给我滚了 简直气死她了 祸从天降的感觉真心糟糕透了 宋玉睁大眼睛 像是不敢置信 她以为林学长 温文尔雅 如暖阳一样 她怎么也跟那些庸俗的人一样肤浅呢 刚才那个叫如意的女人 有什么好的 一看就是一副不安于世的模样 宋玉呆呆地坐在地上 周围已经围了一群学生 再对她进行指指点点 很快 宋玉就在大学里出了名 也不知道哪位好事者 将她对林月的纠缠 拍了照片 发到学校论坛里 林月跟如意 算得上是学校里 比较出名的金童玉女 结果今天又狗血地插了一个进来 顿时记起了大家的兴趣 随着关注的人增多 越来越多关注宋玉的事被扒皮 有人说 她不是有男友吗 前段时间总监不同的豪车 过来将人接走呢 也有人说 她入学的时候家境不好 经常跑出去兼职 但现在倒是吃穿上格外讲究 估计是被富豪包养了吧 反正宋玉也是臭出名了 至于她自己 似乎还没意识到呢 因为她正面临着最千难的时刻 那就是她没钱了 跟崇明认识之后 她的一切吃穿用刑 对方都安排得好好的 虽然少了点自由 但起码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 不用她再操心了 现在崇明被抓了进去 宋玉这是一遭被打回了原形 她之前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 那是什么都没问对方要过 崇明也不知道是没在意还是忘记了 也没有给过宋玉物质上的东西 除了衣服 包包跟首饰 这些都还在崇明的房子里 她现在也拿不出来 所以除了身上穿的这身 还有脖子上的钻石项链 宋玉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迫于无奈 宋玉只得将衣服换下来 去奢侈品二手店给卖了 钻石项链也被卖了 换了点钱 总算是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宿舍她也不想去 这些钱也够她在外面 暂时租一个小房子的 这个时候 她才体会到 崇明在的时候对她的好 宋玉一直怀着委屈的心情 做完这一切 她不断地告诉自己 只要崇明从里面出来就好了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崇明手上沾上的 可不只是一点点小事 她身上连人命都有好几条 估计在监狱里 没个二三十年 她是出不来了 宋玉不知道啊 手里那点钱慢慢地用完了 崇明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她倒是想过去找苏黎 但问题是 抛开一切 她也就只是一个穷学生 压根连苏黎的面都见不着 宋玉 你给我开门 这个月 还有上个月的房租 你都没交 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你在里面 要是三天内再不交 你就给我滚蛋 宋玉坐在房间里 红着眼睛 这些人怎么这样 紧接着 她的电话也响了 宋玉 你上个月起 灌了六门考试 该有的学分也没修满 教导出的意思是 你尽快去补考 不然只能将你做退学处理了 辅导员打来的电话 无疑是当头一棒 雪上又加霜 她要去兼职挣钱 就没有时间去补考 休学分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选择来钱快的 陪酒小姐的活了 时间在晚上 正好与在学校里的事情不冲突 与上次一样 KTV里是龙蛇混杂 什么鬼鬼怪怪的都有 看起来格外清高的宋玉 倒是比其他姑娘更受欢迎 前几天倒是收入不少 只是她老是这样端着 原本还以为 她欲擒故纵的客人 可就没耐心玩了 逗着她玩了几天 还真以为自己清高美人了呀 小手都不给摸一下 真要那么清高 干嘛还来这种场所 赚松快钱呀 不过这次 可没有第二个崇明来解救她了 就是宋玉再不想 她还是被经理 给送进了客人单独的小包间 挣扎的都出血了 只换来对方重重甩来的几个巴掌 最终结果一点没改变 完事了 客人甩下一摞大红钞票 蹭了一口 我呸 原来不是错啊 那你假清高什么呀 还不是早就被人弄过了 装一装 我还当你是小型去 装过来就不好了 明天还是你吧 我有个重要的客人来 你好好的把她给我赔好了 宋玉如一条死鱼一样 身上只搭了简单的薄贝 露在外面的皮肉伤 暧昧的痕迹 点点都是 给我滚 宋玉突然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布满血丝的眼里 迸射出仇恨的光 被吓了一跳的客人 气恼地直接上手 对着宋玉就连甩了几个巴掌 臭婊子 来这里之前没好好想清楚吗 真要是个真结恋女 怎么不见你去端盘子 扫大街啊 同样是赚钱 还不是这里来钱快 又倾诉 前几天的钱 也没见你少收啊 拖着疲惫的身体 宋玉回了宿舍 之前被客人甩在地上的钱 还是被他收了起来 他在回来之前去了警局报警 只是那所KTV是众所周知的风月场所 又有里面的经理在周旋 警察最后只当宋玉是与客人没有讲好价钱 这才引起的纠纷 反而将他在所里拘留了几天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期